每一次跑都会遇到问题 每一次加上去之后 这边一定要删除掉 每次删除掉很麻烦 那怎么办呢? 直接判断这个有没有资料 我会用一个笑脸 这个笑脸就是直接执行 执行完毕之后 下一次再按下去 它变成要加到累加在后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希望一执行程式的时候 先检查一下 检查哪一个人 那程式部分就说 第一行程式是什么 邮标请帮我点一下第一期 那你要想 这一行程式怎么写的 有印象吗? 确实 有没有? 刮糊 有没有? 前面都讲过嘛 然后第一季 点slash 不就是点下去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要判断 打一个储存格呢? 这个range 到底有没有资料? A2嘛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这样 点这里之后呢 第二步就点它 A2 点A2嘛 那怎么样把邮标放这里呢? range A2有没有? 点什么呢? slash 邮标不就放这里 对不对? 然后判断呢? if 用if判断 对不对? if 那怎么样呢? range A2 有没有? 如果它里面呢 判断它是不是有东西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叫 等于是这样 等于 等于空置串 就是里面如果是空白的 那当然我们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不等于 如果不等于 因为我们要什么时候才清楚呢? 它等于空置串要不要清楚? 不要清楚嘛 那什么时候清楚? 有东西就不等于 这个是等于 这个是等于 那这个是不等于 如果呢 它不等于 空置串 就是说里面有东西的话 有东西就是这样子 不等于空置串 then 然后做什么呢? then 后面的话呢 就是把 什么? 範围选起来 那範围怎么选起来呢? 刚刚不是做过吗? Ctrl shift 加and 就是那一行 对不对? 所以其实聪明的人就是把那一行抠过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呢 删除资料前面有吗? 有吗? 有印象吗? 那一行 就是我们删除资料 有 有路过嘛 对不对? 就是先选取 再按delete 对 那一行可能大家会忘记 对不对? 那个慢慢要把它记下来 那叫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选举范 对不对? 点 后面有一个叫clear clear 就是清楚 contents 就是内容 clear contents 就好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最后有if的话呢 一定要end if 诶? 程师傅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呢 都是累积性的 都是累积性的